这人 一家子都不简单 盗贼是家 青城大学美术馆发生的盗窃案 我们已经初步勘察完毕 睡帘被偷赵文杰的嫌疑最大 法律系的学生 小时候没学后美术吧 怎么对画的真假 这么明白呢 我母亲他很早就去世了 这孩子父母双亡 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因病去世 他也非常喜欢睡脸 父亲意外追降 以前经常在家里边临摹 活不见人死不见事 我在美术馆又看到警车了 你说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谁知道呢 承不定贼喊抓贼 张文杰 今天我听他们都在传说 你在美术馆偷的东西 我都跟他们吵起来了 行了 去年学生宿舍发生过一起盗窃案 有个学生放在宿舍里的电脑不见 其他人都怀疑是装门劫头 换完了吗 没有 因为没有证据 人家自己也不常人偷过东西 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他跟宿舍里的人产生了隔阂 不知不见 刺入村开的七天 崇拜的确 只想灰暗的空间 其实不管你们怎么想 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我代表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想要彻底摆脱黑暗 最好的方式就是 努力 让自己战斗 有光的一遍 把睡帘偷走了 又嫁祸给我 你究竟要干吗 从家里跟到学校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是非 我已经跟你说了 那样很危险 我现在就不危险了吗 丁生火 丁生火 你混蛋 你玩我什么事啊 就点 你是不是玩我 生火 你玩我 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偷东西是你们干的事 我干不了 不好意思啊 我 不做贼 你不用吓唬我 真动了我 你怎么跟丁生火交的 绝不妥协的人 拖着信念也终会抵挡 风吹落停止不见 自如存开的起点 崇拜地坠 丁生火会有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生活 他也会有一个 一定会很幸福的家庭 我相信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可以的